俄罗斯第一频道当年时间26号 播出了对俄总统普京的采访 普京在采访中表示 北约国家正在向乌克兰 输送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武器 并通过这种方式参与乌克兰冲突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分裂俄罗斯联邦 普京还称世界必须改变 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多极世界 而不能是仅仅为了美国的利益服务